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爱国者集团的董事长冯君先生 欢迎他们 他们将会帮助创业者们跟投资者进行谈判 拿到更多的投资 创业英雄会栏目由中国一气红旗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创业理想红旗相伴 在今天晚上我们仍然设立了抢投环节 投资人当中如果有人在选手录演之后 立刻可以拍板决定 足额满足选手的融资要求 那么可以按下抢投键 两把投资签约以当中的一把归你所有 全场的节目当中 12位投资人 三个录演项目 只有一次抢投机会 马上我们请出第一位创业者跟大家见面 我是特别英语的创始人一兵杰 你可能不会相信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考上高中 是因为长期沉溺于网络游戏 还玩 再玩就你的成立怎么上高中 后来父亲送我去了一个边远的贫困乡村 去读书 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读书之后 非常荣幸地考进了北京大学 我相信教育改变命运 所以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教育行业 曾经在美国为北京大学的中小学中文教育项目做推广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我当年的经历 游戏和教育到底能不能够做一个结合呢 答案是肯定的 2014年我回国遇到了做游戏的合伙人 当一起聊到游戏和教育的结合 我们都非常激动 一派集合 贝贝英语跟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教材结合 匹配课后的单元 单词学习内容 那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到我们反馈说 孩子开始喜欢学习 成绩提高非常快 我们非常自豪 教育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我要用一辈子去创造去改变 改变从我自己开始 大家好 我是贝贝英语的创始人易兵杰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 我曾经在乡村读过一年的初中 那这一年其实在我的生命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点 首先那是因为我咸鱼翻身了 因为我在城市里面 我连高中我都考不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小乡村里 我的成绩居然还不错 得到老师的青睐和肯定 也给了我的信心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最后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后来也考进了北大 我常常在想 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孩子 更多的包容 如果我们能够毫不吝啬地给到孩子 最真诚地肯定鼓励和赞赏 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的孩子 会像我一样 会更加地热爱学习 会更加地愿意尝试 也更加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奇迹 这个理念后来也被我融入到了 我的贝贝英语软件的设计中去 我时常会回母校去看看 学校的变化甚微 然而有一个变化是巨大的 那就是智能手机 我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知道有一天 无论你是在北上广 你还是在遥远的偏僻的农村 你只需要拥有一台几百块钱的智能手机 你也可以拥有一模一样的教育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我创造了贝贝英语的软件 因为我要为一个亿的用户 去创造一个免费的 高效的 有趣的学习方式 传统的学习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输入式 单一的输入 孩子只去摄入这个知识 而没有输出 两个星期之后 孩子们学到了知识 还会剩下5%到20% 而如果是通过互动式的输出 强制带动内化吸收的方式 两个星期之后 孩子们学到的知识 还会剩下90% 这是为什么贝贝英语 可以通过实时互动的小游戏 把刚刚学到的知识 马上让孩子进行输出 来最大化孩子的学习效率 那我们通过游戏的设计 给孩子们带来感官的体验 和心流的体验 而如果你打开贝贝英语 你会看到丰丰的画面 你会去触碰 会全方位地打开孩子们的 感官神经 而心流体验 是通过我们的游戏设计 一关一关 一次一次的努力 你可以不断地获得反馈 获得胜利 获得鼓励 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 Flow 心流的美好的体验 我们可以让47万的用户 每一个人每一天 可以在我们的贝贝英语软件里面 学习超过50分钟 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提高10分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 我的游戏策划赵坤 我们的CTO技术负责人吴明周 我们的产品经理魏无忌 我们共同创造的贝贝 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 我们注册在校的小学生 超过一个亿 而每一年 我们中国的家庭 花费在中小学课外辅导的金额 在2017年将超过3000亿 而根据预测 少儿英语APP等人均花费 即将达到178元 今天我们贝贝英语来到创业英雄会 我们希望的融资金额是500万元 我们突让股份10% 让我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学习方式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宁洁 谢谢 没想到玩游戏也曾经玩的天昏地暗 痴迷到什么程度那会儿 就是上课都不太去上 然后早餐也不吃 只要是有钱拿去买点卡和去网吧 其实有些心理学家说 如果人玩游戏玩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算是一种病态了 就心瘾 对 瘾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 所以后来是被罚到农村去读书吗 是因为那一年的中考之后 我爸突然发现原来我考不上高中了 哇 有人抢头 不风后池 高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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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告诉我们抢头的原因吗 很简单啊 我都没仔细听他的项目啊 从一个那么浓缩的地方能够咸云翻身 能够考上北大 就凭这点就可以考啊 而且又不贵 那现在我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孩子们课后或者课前 需要预习和复习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游戏环节 会把你刚刚的学到的单词 马上要进行输出 这是一个宠物培养的一个小环节 这是我们独创的点词 消词 这是第一个小游戏 闯关成功 那如果说你错了 会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把你不会的 那也会生成个性化的 这个复习的内容 就是在形式上 孩子们是在玩这个消除类的游戏 其实这个游戏的内容设计的是单词 和它英语学习的这个教材的 那个讲的内容 是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来 两位 我想就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你刚才特别谈到了 你这个数据里边 说每个月可以提高10分 那么你有什么数据的支持 那提高成绩分数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是叫做定性的一个调研 也就是针对很多的个案 很多的案例进行沟通 之后发现 真的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好 如果是定位在游戏的话呢 我相信它肯定不是一个最精彩的游戏 线上教育呢 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自觉性 可能都无法通过线上这样的一个游戏就可以解决的 宋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 给孩子设计的游戏好不好玩 你懂吗 我并不是来否定说这个游戏的好与坏 但我实际上的引出的问题是说 宾姐你的竞争对手的坐标体系是怎么树立的 你心里有没有考虑过 关于定位的问题 那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因为我要做的是更美好的学习方式 那游戏呢 它是一个手段 我们的游戏呢 一个是通过实时的互动 你不互动 你又没办法推进 第二呢 还是通过游戏的方式 给到你鼓励 给到你奖励 给到你反馈 版权的问题呢 我们没有动用这些课本的这个内容 我们动用了在背后的单词的顺序 以及单词相匹配考纲的 需要掌握的内容 那这些都是没有版权纠纷的 这种余教娱乐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你关于这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计划 我短期内 我不会考虑自己做线下 但是我们现在也会跟一些线上的 更加高端的 像实时啊 在线教育啊 在线的一对一啊 等这样的一些公司 会展开合作 来让我们有更多需求的用户 能够获得优质的服务 你可以搞一些线下社交 像英语角一样 然后让他们自发的去组织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让你的这个客户群 他们再能够相互鼓励 相互监督 但是英语这个社交来讲 现在还是个空白 我坚决反对 人家本质上做的就是一款线上游戏 你非一个人弄一线下的英语角 当老师他就只会指上谈兵 我跟你说 但是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 增加互动 增加互动是个 他本身的核心竞争力 你的互动指的是线下的 还是他的查评内容上的 线上线下都要增加 人家最好的互动是什么 最好的互动就是游戏 兵姐 不要以为来做教育 就一定要强调教育的本质 我告诉你 本质就是游戏 能把孩子的娱乐的兴趣调动起来 比什么都重要 懂了吗 兵姐 我那个不赞成冯老师说的那个做英语角的 我也不赞成那个高总说的那个方式 我原则上跟宋老师站在一起 说这些所有的APP 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让这些孩子怎么留存在上面 我其实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好的方式让他留存 这是我真的想不通那个高鹏为什么要抢头的原因 我们就是来帮助他系统的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 我都能够帮助他完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提高成绩的这一个功能 你在内容上都可以做到吗 当然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他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考试成绩 这样的一个产品能不能在实际效果上 帮助学生们真的实现这一点 值不值得投资 各位请表决 来 明川资本王求乐 我是反对给孩子过多的接触电子设备的 我不认为这个孩子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真的去大幅度去改善他的这种技能和成绩 来 郑刚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体制啊 更多的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 我是希望说用这个游戏 取代老师布置的那些无聊的作业 我们目前不考虑从B端 也就是从学校端去打入 这不是最明智的一种做法 好 来 杜海涛 如何实现规模化的这个商业化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有 其实我们做游戏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通过游戏的机制来设计 来激发这个付费的意愿 同时你付费之后 还能够进一步来增加你学习的内容 现场有很多包括导师 包括很多人 我觉得故意把你往这个鞋道上引 强调是什么叫好的教育 什么叫好的教育产品 就是如果孩子回到家里能跟爸爸说 爸爸我能去玩会冰节那个游戏吗 这才叫好的 不要考虑玩完之后的结果 是首先要考虑孩子想去玩 说实话我不太同意这个高同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无论说是做创业还是做投资 都是需要深度思考的 那么现在在做应试的这些孩子们 你让他跟游戏去结合 那中间我觉得会有一部分在付费的了 但就是付费的量 因为大部分人情可能还在天天 为这些考试所这个忙碌着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生意能做到多大 决定我们的路能走多远 一个建议 非常感谢 那么承受线上呢 我有一个担忧呢 就是用户的粘性的问题 毕竟大量的游戏 即使它火过 即使它有过一亿用户 但是现在呢 都已经死掉了 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意思啊 都是把我们跟游戏行业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拿我们 跟比如说课本 教材 复读机 这样的一系列产品来对比 不是单纯的 死板的 而是能够有充分的互动 能够让我去输出 能够让我在里面玩 同时能把这些知识 能够掌握的 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不会更加美好吗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的这款产品 就算没有纯粹的游戏好玩 也比纯粹的课本好玩的多 对 是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展示 你在教育内容方面的优势 你一上来就说 你的这个游戏做得怎么怎么好 然后你的团队都是做游戏的 我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是做教育的 所以投资人会有这样的意见 我们没有什么创新 在教育内容 我们就是匹配课本 匹配教父 匹配他们的这个学龄阶段的需求 未来很多纯线上的项目 那么如果想立足的话 就必须有线下的场景思考 让你去跟用户直接连续不断的对话和沟通 那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波浪式的传递 这个我也是给你提过建议来做一个参考 非常感谢副总这个推薪致富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游戏学习只能作为辅助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在教育内容方面的这种提升 这也是我一直对这个你说的东西保持这个质疑的原因 你为什么可以提得了分 你刚才啊 问题的回答我不满意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的教育那块做得好 如果你真干教育 我还不愿意投你了 我跟你说 认准自己的路 走好自己都让这些不懂的投资人随便说 我不同意高峰的观点 我觉得最终你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鸡肋 怎么就鸡肋了呢 我们做一款英语的游戏 让大家在过程中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 这怎么鸡肋了呢 你可以啊 可以作为游戏啊 但是我觉得最终只会成为娱乐孩子的一个工具而已 没有办法做到能够学习提分的功能 这正是我们的定位 我们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游戏本身能让它真正长知识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就当然是no 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 我以为说是no 游戏是把知识碎片化 不断地给到你最及时的反馈和鼓励 好 不用再争论了 冰杰今天要融资的额度是500万 出上10%的股份 是 道不同 不用出钱 请出价 进行到现在主动权其实在你手里了 那我想问一下高总一个问题 你投资之后的这些公司大概是怎样的关系 你能提供哪一些帮助 当你们的观念产生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做 是这样的啊 在现场投资人说有这个资源 那个资源能帮助你 多数是没用的啊 多数是假的吧 但今天我没把你看作教育的公司来投 这就是我今天看懂你的地方 好 现在除了高峰 我们问问助战嘉宾的意见 对 红军 从教育的理念上来讲的话 福岩福总就是值得你深思 出钱的角色上来讲 那毫无疑问 高总 不管你选择谁 我觉得你都得首先先感谢一下高总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非常非常感谢高总 我觉得高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资源 因为他是 新华东方嘛 所以呢 我觉得他可能无形当中 也会给你一些内涵的支持 来 请选择 选择福岩福总 好 我们马上进入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两位还有三十秒的时间为自己拉票 高总开始 我觉得现在你们的基因在游戏这个环节上 先做好吸引孩子的一个聚焦点 然后再想想我们到底要交给孩子什么 这是个教育理念问题 今天这个事情不说 我们下来在合作的时候 仔细谈谈 福岩 冰杰是一个团队比较懂用户的 游戏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表达 它是跟用户连接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我给冰杰的建议就是 要坚决的到用户一段去解决问题 那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明师去做示范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 我觉得建议冰杰好去参考 那么我也能够在这方面有很多探索 很多思考 能够帮助团队 谢谢 来 冰杰 请你走到两位投资人的中间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是创业者 在这两位投资人当中 你们会选择谁 作为未来的合作伙伴吗 请投票 差了14%的支持率 当然高鹏先生夺人 而且全场对你的支持坚定不已 谁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帮助 最后五秒钟 倒计时开始 答案是 我感觉副总他懂教育 他懂教育情怀 我选择副颜副总 好 恭喜副颜 来 当然也要感谢高鹏 一开始对你表现出的 这个坚定的支持 谢谢 让我很意外 你明确地告诉我 因为我心里确实有点过不去 而且说实话 从整场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我非常懂他这个未来 对你知道很多 你觉得我哪跟你有冲突 你刚刚说到的 说我们先把游戏做好玩了 教给孩子什么不重要 我们再说 我觉得教育的内容也非常重要 我们先决定内容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用怎样好玩的游戏 能把内容变得更加好玩 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谢谢高鹏 来两位现场签约 祝你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带上VR头盔 就能上吹入地呼风唤雨吗 他会遇到各种 由自动化器械 给他营造的冷感和热感 和他的身体 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虚拟的场景 就真的能让人 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吗 谢谢 我看到鸟比我要打很多 在产品上 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壁垒的 家庭维修与互联网相结合 把男装36年不断改进佳克 来 我们马上见一见下一位创业者 暗部就班 一成不变 No 那样的我就不是我 我是一个喜欢天马行空的脑洞 喜欢充满挑战和不确定的人 这就是我 我叫陈镇 我来自于湖南 我们创意的起源是 有一次我和我朋友 一起去参加一个 号称是密室逃脱的活动 但去了之后却大失所望 发现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密室 因为我们四个都是游戏迷 脑洞一打开 就忍不住想 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自己梦想中的密室呢 完全是可以做到啊 清华毕业后 我放弃了在外企的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 我们的梦想之中 没想到真人密室游戏 刚一推出就火了 在这个真人密室逃脱的基础上 2015年 我们进入虚拟现实行业 借助虚拟现实这种黑科技 我们尝试做更好的游戏体验 给更多人带来游戏体验的乐趣 在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 其实我们也逐渐意识到 它背后是中国城市 室内休闲聚会的 庞大市场需求 我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 可以给他人带来快乐 大家好 我是奥秘世界联合创始人陈震 不知道现场的嘉宾和观众 之前有没有体验过VR 能不能邀请您分享一下 您的VR初体验 请这位女生您第一个举手 我之前体验了一个VR的海底世界 然后我看到了一条庞大的一个金鱼 游了过来 然后它向我眨着眼睛 还有美丽的珊瑚 仿佛是我真的 置身于这个海底之中 很神奇 谢谢您的分享 我也想在现场做一个小调查 不知道大家谁家里有没有VR设备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请您举一下手 OK 看上去非常的少 那么说明其实VR硬件的普及度还不高 那面对这些问题 有没有一个答案 一次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 我们认为那就是VR线下体验馆 其实我们认为极致的VR体验 应该是这样的 在真实的空间中 它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路线 但是当玩家戴上VR头盔 行走在其中 他看到的是古代的回廊 看到的是高山上的吊桥 在他行走的过程中 他会遇到各种 由自动化际械给他营造的 冷感和热感 和他的身体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给他营造真实的生灵寂静 截至目前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 已经开设了10家VR线下体验馆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到2016年底 在全国范围内 开设30家直营的VR线下体验馆 实现累计接待玩家人数 达25万人 而且全部都是进驻 核心的城市购物中心 我们的团队其实在过去四年的创业中 已经打造出了亚洲规模最大的 真人密室逃脱连锁体系 我们的核心骨干团队 包括产品团队 硬件团队和软件团队 此次融资 我们计划融资额800万 计划出让股份8% 谢谢大家 欢迎陈真 谢谢 陈真是学新闻的是吧 对 我学新闻 最后怎么去搞了VR呢 那这里边的技术你懂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懂的 但是经过很多代的产品的迭代 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现在基本上对于他的技术要求 技术规范都有了很熟悉的了解 就像这个玩游戏一样 你要说VR光用嘴说是不行的 必须得亲身体验一下 对 彭君建议你让投资者来体验一下 不知道各位投资者 有没有愿意体验一下VR游戏 有吗 谢谢 谢谢高总 来 谢谢高总 轻松一点 有声音了 看一看 这个视角就是您的第一视角 咱们现在就在这幅画里面 听一下大脸说什么 这个站桥上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给这个鸟喂一下 您可以看一下 来 您记不记得 用大母哥那个圆盘摁住 射出一道白色的射线 瞄准那个屏幕三 然后扣动半斤 来看一下 来 您欣赏这只鸟 可以了吗 谢谢 谢谢 完全是神灵气灵的感觉 鸟 刚才你们看的鸟有多大 我看的鸟比我要大很多 这样的翅膀 多么珍贵的第一次体验 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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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我们马上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这个项目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比我以前戴的那些魔镜 或者是那些VR的那些体验的感觉效果都好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八个店的销售收入是多少 利润是多少 我们一家店现在月收入大概在15万左右 然后利润率在50%左右 我们标准店是大概在100平 这个内容的更新程度有多快 持续来玩的人频率有多高 第一方面我们会跟很多内容团队去签约 去引入他们的内容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兄弟品牌奥米游戏 它就是专门开发VR内容的 这是我们主要内容的一个来源和更新频率 然后另外一方面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到目前为止 VR体验的二次消费在16%左右 是固定房租还是分账 我们现在是通过固定房租的方式做的 但是其实跟其他的商场也有通过分账的形式签的 定价是多少 我们现在双人定价两个人体验半个小时是228 现在目前的竞争对手会是谁 目前国内在做的是我们 我想问个问题 第一就是这个优质的这个内容细缺 第二就是说就算说这个之后的一些优质内容出来了 硬件设备也承受一些了 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壁垒在哪呢 其实主要来自于三点 第一点就是你获得内容的能力 在多大程度上你能获得独家的或者首发的内容 这是你容易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地方 第二个就在于你的用户粘性和线下运营能力 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产品的特性 我是看了你那个股权结构是有很大问题的 就是第一个呢就股东特别多 第二就是那个到底是做运营呢 还是技术集成谁都是自己做 但是一个初创公司要两件事都干似乎是太重了 其实硬件和运营是在一个公司 这家公司专注于做线下的运营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它专注于做内容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有这么强的一个开店的计划 那你单店的核心指标你如何关注的 关于单店的数据我们现在大概一个月收入在15万左右 然后我们预计收回成本的时间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单一家店 然后我们肯定是如果要做直营体系 肯定是希望每一家店只要我开了 我就要保持它至少是盈利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在产品上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壁垒的 我觉得真正可能是在运营上 就是在这些商业综合体啊 还有教育综合体上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得好 就这些我们跟全国知名的核心的商圈 其实是有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你现在已经盈利了吗 现在这方面是盈利的 刚才汪总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所以考验的是你快速复制的能力 技术上来讲我就基本上达标了 这种VR体验如果你能做好 你真的找到了作为VR产业发展的一个爆发点 就看你复制的速度 是的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各位请表决 来 原行资本张志勇 从他的持续性上 他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持续性上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有担忧 所以我感觉可能这是一门生意 就是他也许是门赚钱的生意 是一个加法生意 就是他想持续的规模化 我觉得包括他的盈利的持续性 我还是存有一些疑虑吧 实际上产品不是自己的 地方不是自己的 这个设备不是自己的 用户不是自己的 我不清楚你能抓住到底哪一头 这样 其实我可以说 硬件确实不是我们的 就是说VR标准的硬件不是我们的 但是比如说VR 你跟内容相匹配的那一整套 其实是我们自己做的 然后内容 有一些内容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其实我更想说的 其实是客流 我们其实不认同说客流 不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未来的客流 是进商场线下消费的 一定是体验式客流 不论是结合影视 结合旅游 结合教育 这些你其实在线下 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不仅仅是游戏而已 对 那个陈正 就是刚才 陈刚其实给你提的建议 他没有说一定是要去否定你 但是是在给你提一些问题 这个其实对团队的考量 是会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说 要有足够规模的店 但是这个规模化的前提的话 是有持续的融资能力 那其实对你的团队的 持续融资能力又产生了一个挑战 而且是短期之内的话 你不可能每家店的话都盈利 所以那这时候你是考虑是说 用速度换规模 还是用精益化的运营 去换你的这个生存 所以从你这件事情上的话 壁垒的确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就是整个的运营的策略和思路 你得想清楚 对 谢谢您的建议非常好 我不同意那个刚叔和那个勇哥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过渡性的产品 能够做到最大也是OK的 但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说 你在获取这个场馆的能力方面 到底有多强 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烧不了多少钱 你跟这些这个墨也好 还有这些综合体合作的话 其实不需要有非常大的资金投入的 我们这块其实布局了很多的教育综合体 旅游综合体 其实未来可以跟你有很多的合作 明白 谢谢 我支持一下王总的意见 说得非常好 这也就看到了这个项目最大量点 我也不同意刚才他们几位的观点 刚才他们几位 老总提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生意 什么意思 如果是个生意的话 也就是说你开一个店 要赚一个的钱 我恰恰认为这个事 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我帮你出一个其他的主意 通过刚才我的体验 也就是说你这种综合解决方案 做的体验是不错的 利用产品的优势 快速的进入这些商品贸是完全就有可能的 那么未来你是谁的渠道 所以第二个考验能力是什么 是获取当期院线优质的版权的渠道 把它游戏化 VR化 我可以和阿汤哥一起进入到叠中叠中 我可以和澳大利贺版一起 切碗着他的手漫步在罗马假日 我觉得多好体验 这是我的而且电影前后是个非常好的体验空闲时点 跑马圈地快速的圈 根本不要考虑店赚不赚钱的事 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快速的扩到尽可能多的这个地方 这样你才能够有power 要不然的话 你确实门槛很低 像志勇说的可能就是一个生意了 现在我们开一家店在商场 其实只用一周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在搭建全国范围内支撑的一整套 包括员工的培训 精细化的管理和店面视觉设计 整个一整套的标准化的体系 正在搭建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管理上出了问题 或者你没有实现说以这个单店的这些盈利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不知道你的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会把一单店的盈利去做好 但是其实我们不会追求所有的店 全部都达到一个很好的盈利状态 我们会预估比如说80% 一个合理的店面保持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在保持这个数字的基础上 通过我们把产品做得更标准化 和把团队搭得更好 去加快一个扩张的速度 好 现在还有四位投资人留了灯 今天陈镇要出让8%的股份 融资额度是800万 各位请出价 高鹏800万 汪海波300万 陈炎之300万 陈镇其实是有权利选择 他们三个当中的两位继续来和你谈判 那我选择汪总和高总吧 我们马上进入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那现在是你向他们提问的时间了 就是高总您认为就是这个VR线下体验馆行业 您这边有没有相应的资源 比如说支持往这个方向去做 我曾经投过的一个公司是把海外的这种电影的版权 做成游戏化之后投到家庭电视上的 现在已经覆盖了4亿用户 就是把电影的版权做成游戏 我觉得和这个是无缝对接 你目前最主要的还是在这里跑马圈地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跑马圈地上是可以给到你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我们布局了很多的教育综合体和这种文化旅游综合体 这个时候我们听一听我们的这个驻战嘉宾的意见 高鹏不仅给的钱多 主要是他说这个同方在全国各地的这些线下的这些店 我想也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些协同效益 第一你现在需要资金 所以高鹏给的钱多干嘛不要 第二精细化管理继续搞好呗 管理是永恒的话题 好吧所以这两者不冲突 而且管理越扎实 你扩张越踏实 我们看看现场观众的意见 好 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在高鹏和汪海波之间 你会选择谁 请投票 高鹏的优势很明显 62 38 那你之后愿意选择 哪位投资人跟你合作 高老师是第一次体验 但是我觉得思想深度却非常的快 而且想到了很多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才会想到的一些内容 我选择高总 好 那就请陈振和高鹏 现在就做了投资签约以上 两位请现场签约 好 希望两位接下来合作愉快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 由禁霸男装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36年不断改进加克 来 我们马上见一见下一位创业者 我叫夏杰明 奔跑在维修地球的道路上 脚步从未停歇 我发现家居生活的后市场 存在着很大的市场痛点和市场机会 我便开启了我的人生第一次创业 项目2015年4月上线 现在的万能小哥 我们已经成功覆盖了19个城市 万能小哥 您身边的家庭维修专家 甚至很多业务之外的订单 只要用户有需求 我们都竭尽所能 为其提供帮助 一只小猫误入了烟道 虽然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 但小哥还是热情地接了订单 最终成功救出了小猫 万能小哥 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能小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夏杰明 万能小哥是互联网家庭维修上门服务的提供商 其实提到家庭维修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有跟我一样的共鸣 或者是生活的体验 出现这些问题您怎么解决 解决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麻烦 其实万能小哥的出现 我们就是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万能小哥可以提供 灯具电路 拮具位于墙面地面管道疏通等 九大板块 将近400个SKU 也就是生活服务的小类目 基本上涵盖了您家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其实万能小哥很方便 就像您使用打车软件一样 一键您就可以呼叫 您家周围的维修技能小哥 我们一年多的运营数据体现 平均每一次维修的客单价大约在130元左右 全年仅仅在家庭维修行业 就有过万亿的市场空间 万能小哥上线16个月 我们已经覆盖了19个城市 签约10名认证了2万名技能兰领师傅 同时我们实现了19个城市的营收 其中北上广深已经实现了盈利 我们在非标的行业将服务进行相对的标准化 把相对标准化的服务进行产品化 我们建立了属于自己 并开发了SOP的标准化的作业系统 无论是品控系统 服务系统 调度系统 运营系统 实现了全程线上自动化 从前期的小哥招募 测评 签约 培训 到用户的下单 评价 支付 投诉 以及到小哥 接单 转单 讲罚 全系统化 标准化作业 我们有一支专业的扎实的团队 创始人兼CEO周旭杰先生 是一名计算机科班出身的连续创业者 联合创始人夏建明兼CEO 也就是我 传统家居建材行业深耕多年 对家居的后市场生活服务板块 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的战略顾问 陈国桓先生 原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坦的核心高管 万能小哥 今天希望的融资金额是600万 你出让3%的股权 谢谢大家 欢迎夏建明 你好 万能小哥 是的 什么都能干 对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希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都能提供服务 提供帮助 据我所知 有一些维修的项目是物业的师傅来负责的 是的 那也是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 没错 现在你的项目进入到各个小区了 他们欢迎吗 物业目前提供的维修类目 主要是承担公共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类的维修 而入户的有偿维修 原则上讲是不在物业的承担范围之内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两位有什么看法 以我理解的共享经济来讲 它是靠规模盈利的 那么我想知道你的货客成本是多高 大概最起初的话在30元左右一个货客 现在目前截止到今年开始 我们都没有线下的所有的这些货客了 所以说货客的事情 随着我们现在阶段的业务的推进 已经慢慢慢慢的降到了最低 很好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从管理的角度上讲 好的 从具体的落实的方法上讲 能够跟投资人多说一说 就是你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以及竞争力在于 我们所谓自行开发并建立的 SOP的标准化的作业系统 第一道观 在服务类目上会给用户有一个标准化的输出 这是有别于传统行业 我们做的一个为用户所提供的承诺 在品控上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将近两万名的技能蓝领的维修人员 我们将其分为线细小哥 正式小哥 资深小哥 金牌小哥 每一个小哥的后台 是有严格的评分和打分体系的 接单量是多少 完成量是多少 算出完成率 好评率有多少 课速率有多高 是否具备晋升的标准 如果具备了晋升的标准 我们通过小哥的层级严格的品控 主动的引导小哥 将提高其完成率 提高其服务质量 投资人有什么自己的问题 你是不是公司的性质 已经从一个2C的这种APP 那个客户端 变成了一个SaaS模型 你跟很多很多人做连接 跟小哥做评估 这样的一个性质的变化了项目 我们最终的愿景肯定是2C 无论现在的合作渠道2B也好 我们都是为了最终是2B去2C 也就是通过渠道流量去 不好意思 就是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 你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不对的 有品牌 他还是有他的货客成本 OK 你维系品牌也要算回来 你的货客成本是多少 我现在货客成本 大概提供渠道分用的话5% 如果一单按照130元左右的话 大概5 6元 大概这样的一个货客成本 你现在小哥在你的这个平台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2万名小哥都来自于物业 酒店大型企事业单位的维修班组 这些人我们以共享经济的平台 大部分人都是兼职 当然我们也有全职的小哥 在工作之余去创造二次的营收 他收入大概多少 峰值的时候就是拿的收入比较高的小哥 月均能够破万 相对活跃的小哥 月收入在2到3千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物料这块 您是怎么考虑的 目前我们要求 用户可以选择自行购买零配件 无论是从网上 还是从线下的实体店 另一种途径呢 可以选择小哥代购 如果在代购的过程中 小哥会百分百为您提供 发票或者相关的收据 在后期的服务过程中 我们现在已经对接了 相关的五金零配件的服务供应商 我们项目诊断的环节就先到这里 我知道投资人还有很多问题 想要跟你咨询 我们把它留到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我们夏建明 他的团队带来了这个万能小哥的项目 大家是不是愿意投资 各位请表决 陈言之 现在第一个发言机会交给你 那么像您刚才讲到的 因为兼职嘛 然后包括这个可能只是做一些培训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担心能不能保证这个品质 我们90%的小哥是来自于物业 酒店 大型企事业维修班组 本身就有很高的从业素质 有一定的学历和学识 我们将所有的人员在前期加入接单之前 就进行了培训 考核 筛选 签约 张志勇 因为在你这个文件里面 就是产品的目前状态 签约小哥 两万名 日均订单 1300单 也就是意味着 你的订单的饱和度是非常弱的 从14年到现在 这是什么问题 你能告诉我吗 我们所有签约的小哥 本身都是有本质性工作的 无论是在物业 酒店 起事业班组 我们希望为他提供的是一个技能蓝领 标准化的沉淀的平台 让他通过技能能够产生二次化的收益 但前提是必须匹配 符合我们的服务性的要求 我们希望的是通过空闲时间 去产生维修的订单的服务 而并不是全职来为我提供维修服务 对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背后逻辑是因为你的平台 你就是要依靠这个订单的20%的用金去活呀 这个需求量完全的不饱和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这个业务的话往下支撑的话 只能不断的融资不断的烧钱 可能这个洞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规模不经济 你的规模越大越赔钱 无论是维修卡还是乐居保障的计划 我们已经与国内的排名前十的保险公司 达成了关于加财险的深度合作 产品已经上线 这是一个很高的目前没有人触碰的盈利点之一 再者我们已经与两个省的省政府明确达成了合作意向 会建立技能蓝领的培训基地 我们将往全国输送蓝领的人员 这块也会使我们从订单和人员的一个收益的增长点 好 来 杜海涛 作为联合创始人 你为什么有股份呢 我的股份是这样 目前是代持的 在创始人这代持呢 你们觉得现在公司的问题在哪里 好 我们觉得创业对我来说是首次 创始人来说他可能是连续的创业者 但是创业的道路上有不可预判的一些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目前的职业沉淀 行业沉淀 以及资源沉淀 在未来的遇到一些不可控的触发因素的时候 这个问题太笼统 我们要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比如说在一些大的战略规划上 我们可能有一些建议意见 但是我们希望能看得更远的投资人 能够给予我们方向上的指导和帮助 这个很务实 蓝学会西部资本 我关心的就是您能不能提供一些业务数据 那就是说您跟物业的一些 那个具体的业务的分成 我们跟物业的合作形式分为几种 最基础的一种合作形式 叫做入户有偿维修的返佣形式 也就是在您物业承载的服务范围之外 我们都作为独家的服务供应商进行服务 5%每个月的分拥 在深一度的合作形式 如果说物业的工程部取消了基础的维修服务人员 我们为其提供基础的维修服务人员 这样来说公共区域的维修产生的收益 我们有收成 入户的维修我们也有收入 这个项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就是刚才我们的助战团宋老师其实点到了 本质上你是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一个基本保障是什么 是规模和频率 这是铁率 你在规模和频率达不到的时候 你只能把你导向叫引擎模式 那么也不是说这个项目完全没有机会 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做维修工的劳务输出 还有点机会 好 我们明确一下 夏杰明的团队需要融资的额度是600万 出让3%的股权投资人 请出价 蓝学会出资250万 他做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就觉得这个事 是非常好的事情 另外我自己切身体验里也会有这种体验 我们家里对这些 涉及到这方面的事情都会让我很挠头 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是一个事情 有社会价值 有商业价值 局势一目了然 选择也没有太多了 要么就接受蓝学会的这个250万 要么就拒绝他 在创业的道路上 我们本身起步的时候就很孤独 中间的过程很热闹 很多人入局 在这个赛道上去奔跑 到后半程的时候 我觉得创业是一个马拉松 我们会坚持自己的态度 也坚持自己的使命感 我们的愿景希望是能够维修地球 雄心壮志 我们马上进入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来 选择其实很简单 非此即彼 要么接受 要么拒绝 最后五秒钟 倒计时 开始 其实资金对我创业者来说 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 也就是融资的金额 但更多的 在我们现在本身具备了自我造学 自我营收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对赛道的认同 对我们未来方向的予以的建议和把控 反而是我们更加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蓝总能够在这么垂直的赛道上 在我们现有的商业模型 和我们优化的道上给予支持和认可 我会选择蓝总 好 那恭喜西部资本蓝学会 请坐到前面的投资签约椅上 请现场签约 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创业英雄会栏目 欢迎每一个拥有创业梦想的创业者 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也欢迎有实力 真投资的投资人 来和创业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 创业英雄会栏目 官方唯一的报名方式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周五晚上的21点52分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创业英雄会 在这里准时跟大家见面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一气红旗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 创业理想 红旗相伴 我注意到很多创业者 拉着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创业的时候 会设计不同的股权结构 当然投资人也会给出不同的建议 有的人说 你要让兄弟们都有目标 都有愿景 有的人说 你不可以这样 一开始就分散自己的股权 因为一旦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没有人会听你的了 到底在初创时期 这个创业公司应该怎么设计股权 每个人用一句话能告诉我们 创业者在初创公司的时候 可以设立期权池 这样既保证自己CEO的掌控权 又可以有分享的精神 和领袖人物 他的持股比例 还是应该相对集中 权责力都要互相匹配 这个企业才能跑得远 关系本质是契约的话 就要亲兄弟名算账 关系本质如果是伦理精神的话 这个事可以不谈 不投夫妻 不投兄弟五五开 不能平均分配股权 不能把股权搞得过于分散 而且老大要有足够的承担精神和能力 那从事股权上也能体现出来 注重分享 保持控制力 股权比例要拉开梯度 收益权和投尾程 分开技术上就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集中持股加动态的期权池 管理团队的股份一定要预留 那作为主导者来讲的话 应该占比较相对比较大的股份 然后呢 后面来讲的话 预留出一个期权池 能够让有功劳的人都能够获得 激情才是兼职理由和激励的结果